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囚禁共60名被害人为的就是要利用他们的账户 迟迟不放他们走 因为他们的账户使用在二层人头账户 如果还没被警示代表这个还可以持续在使用 通常被害人遭诈骗汇款后会转到第一层人头账户 但这个账户只要被害人一报案就容易遭查获成为警示账户 所以诈骗集团让车手赶快提令转回到第二层人头账户 再进行后续洗钱动作 而现在警方发现的60名被害人就是被抓来当第二层人头账 被迫提供账户给集团 嫌犯囚禁不放人就能一直使用这些人头账户 并躲避警方查气 35岁的陈姓主贤绰号查董 有诈骑毒品前科 主导淡水和中立两个据点 脚缩底下16名嫌犯对被害人凌虐下要控管行动 警方目前逮捕主要干部 但怀疑他还有幕后高层 将持续追查也要厘清是否还有更多被害人遭求 记者姚立强 赵妹子 采访不到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锁定中视频道